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玩沙跟玩泥巴 沙巴就是玩沙跟玩泥巴 不过玩沙跟玩泥巴也能够成长 借着这个雷藏式放射十方的光芒 能够帮助所有这里的人 这个生活非常的富足 社会非常的安宁 人人能够学佛 能够修行 心灵的资粮跟物质的资粮都得到满足 那我们祝福这个东马 一样的跟西马一样的 国运昌龙 今天要讲这个姚子金 这个种植的灌点 它包含很多的灌点 当初的时候啊 最早的时候啊 其实我家本身是一个 原来的我家是一个道教的家庭 信仰 民间信仰 道教的家庭 父母呢 就是信仰这个道教的家庭 那我个人信仰基督教 那时候我个人信仰基督教 小学的时候我就去教堂 我的教堂是台湾 台湾省高雄市新兴教会 属长老会的教堂 属长老会的教堂 那么我在这个小学的时候 去信基督教 初中的时候我也是基督教 一直到高中的时候 还是基督教 都是基督教的 那我是到最后呢 我成为主日学的一个老师 就是我当那一个老师 另外还有查经班 我记得以前那个 我们基督教 比较信仰这个新耶前书 旧耶前书跟新耶前书 新耶前书的章节是 马太 马可 路加 耶翰 使徒行传 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后书 卡山龙一家 这个还有犹太 启示录 有这个圣经的这个章节 我以前是查经班的老师 查经班的老师 为什么会信仰基督教 这个很奇怪啊 我家里是道教的家庭 我自己一个人去信仰基督教 哎呀 说来惭愧 还是女朋友害的 我小鞋的女朋友啊 就长得很漂亮 好像 像阿婆一样 那个脸像阿婆 掀起了你的盖头 让我看你的脸 你的脸呀 像那苹果 好像那苹果倒秋叶 你的脸啊 红又颜 好像苹果倒秋叶 哎呀 她的脸啊 像苹果一样的脸 像苹果一样的火 我是追逐这个苹果 到了基督教会 现在师尊已经是七十三了 七十三岁 天哪 七十三了 那我女朋友在哪里啊 那我在台湾的她好像是在台湾 这个女朋友呢 小的时候面孔像苹果 这个又远又红 那么现在呢 听说像冬瓜 我说你是我的初念的女朋友 那你应该来让我看看吧 对不对 你也到 你虽然好像是说宗教信仰不同 那你也应该到雷藏寺来 我们见个面 那我这个女朋友 那我这个女朋友刚好是我这个大妹妹 如胜美的同学 我妹妹在那里 站台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妹妹很瘦啊 很苗条啊 她差我两岁 她差我两岁 今年也是七十一了 今年七十一 明年就七十二了 像这种身材是可以来的 但是她现在已经变成水缸了 她说不好意思来 不好意思见面 这个真的是相见的 不如不见 因为如果看到了 整个形象就破灭了 时针就不会再挤他了 初恋的行人 情人 一直是像水缸一样 人生啊 无常的变化 人是无常的 身体是会变化的 心灵也是会变化的 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调身 调自己的身体 另外还要调心 调自己的心灵 总之你的身体要健康 心灵要向上 各位观众 现代人忙忙碌碌 如何静下心来 请您不妨参考阅读这两本书 你的心我来安 还有虚空无变异 这两本书都是连生活佛 最新的心灵剧作 详情请搜寻 真佛剥叶藏 我们佛教的精神呢 不只是出世 还要入世 也就是要叫人家 心灵要向上 心灵要向上 就是属于入世 到了最高的境界 到了如来的智慧 那就是 本节 就是本节 可能下午要去本节吧 到了最高的如来的智慧 是本节 很重要 本节 本来的节悟的那种状态 那是最高的境界 那么心灵要好 要看谁的书啊 看我的书啊 我已经写了264本书 写了264本书 到现在写作已经50年 那你要看264本书呢 让自己的心灵向上呢 一定要看这个真佛剥叶藏 周辉方律师在这里 是他负责真佛剥叶藏 真佛剥叶藏 真佛剥叶藏 那么在你的手机里面 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264本书 都是在真佛剥叶藏里面 还有其他的演讲 说法都在里面 还有各国的演员 都在真佛剥叶藏里面 所以人人应该成为真佛 剥叶藏的会员 免败成为会员 免败成为会员 最近我们中国中也出了一个鬼伯 那你要认识鬼伯的真面目 一定要看三本书 第一本就是《邪鬼》 第二本是《鬼中之鬼》 第三本是《鬼意》 《鬼意》 我想应该还会继续写下去 第四本的书名已经起好了 叫做《鬼的总本山》 《鬼的总本山》 第四本会写《鬼的总本山》 因为鬼伯的影响力很大 这个 在东马 有没有请过鬼伯 当然一定会来这里 一定会来这里 所以影响力也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 学佛一定要有正念 正念是什么 我们拜的是佛菩萨 学的是佛菩萨的精神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 这些师家佛菩萨佛 教下来的佛菩萨 把自己由凡夫 变成到佛国尽土 变成直接可以成佛 可以成为菩萨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每一个 每一个征活中的弟子 一定要有看这三本书 现在的三本 还有一本还没有出版 先看《邪鬼》 再看《鬼中之鬼》 后来要出版的《鬼义》 另外以后要写的《鬼的总本山》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免得将来 人作无成 变成鬼 永远在鬼道里面 那就不好看 所以世尊的书 是心灵智商 是佛法至上 当初的时候 我能够从基督教 变成学报 到最后学佛 是因为姚慈基姆大天尊人 给我的奇事跟奇门 大家都知道的 在台湾台中的义皇宫 突然之间 那里面有一个通灵人 叫做吉尤桑 日本名字叫吉尤 就是千丹 他叫我的名字 突然之间 他叫我的名字 他说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做 吉尤桑 日本名字 吉尤桑 吉尤桑就是圣 吉尤桑 我的日本名字就是 ロカズイコ ロカズイコ 就是如圣燕 那个日本那时候啊 一直想要圣地 所以把日本的一个校长 把我起名叫圣燕 不是カズイコ 卡ズイコ 他说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做 卡ズ 像这么多人啊 他突然叫我的名字 我就站出来 叫我做什么 他说这个 瑶士吉姆在找你 瑶士吉姆找我 我又不认识他 他找我做什么 瑶士吉姆是谁 我都不知道啊 那说是我妈妈带我去庙 我妈妈带我去庙 我妈妈带我去庙 他突然讲说要找卡ズイコ 好 到时候我就出来了 不知道找我做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吉友赏跟我讲 要你出来度众生 要我出来度众生 不不不 他每个都度众生了 度众生是什么网纲 我不会啊 他说你跪下就会了 可是我一个基督教徒 不可能跪这个偶像的 基督教徒不会偶像的 不拜偶像的 要嘛 这个很为难 不要嘛 又害怕 得罪的这些人 还有神明都得罪 跪就跪吧 一跪下去啊 他居然可以看到 各位观众 现代人忙忙碌碌 如何静下心来 请您不妨参考阅读这两本书 你的心我来安 还有虚空无变异 这两本书都是联生活佛最新的心灵剧作 详情请搜寻真佛剥叶藏 一跪下去啊 居然可以看到 而且一跪下去啊 马上有一个法流 从上面降下来到你身上 然后你身体就会 有点震荡 身体有点震荡 那眼睛前面就花光 花亮光出来 那花亮光出来 这亮光里面 这瑶之金母他就出来了 他叫我 一心邪佛 然后呢 我又看到阿弥陀佛出来了 阿弥陀佛叫我一心邪佛 瑶之金母叫我一心向上 然后地藏王菩萨也出来了 一心邪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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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向上 然后关公也出来了 最后啊 玉皇大帝也出来了 玉皇大帝也出来了 他拿走一个红布跟一个盒子 红布上面写两个字 说你一生啊 要遵守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啊 就是忠义 一个是忠 一个是义 要讲这个义 讲这个义 忠义两个字 看得非常清楚 我心里啊 怎么有这回事 那我就 回到我那时候 那时候我是军校毕业 那时候是军人 然后回到我的册两年 南门桥册两年的书舍去 当天晚上啊 就带着我 姚祖基姆带着我 去游历天上界 哇 哇 看啊 天上啊 有宫殿啊 有盐林啊 哇 全部这个非常庄严的地方 到了天上啊 然后姚祖基姆在我耳朵旁边跟我讲 你看看你自己的前世 前面那一尊就是你自己的前世 我会看到 哇 白色的光啊 非常的灿烂 一直显耀这样子出来 那个光不得了了 光芒旺帐 白色的光光芒旺帐 根本根本啃不到里面有什么人 只是白光 闪耀 非常闪耀 他跟我讲 这个就是莲花童子 就是这一种精神让我看见了 我永远记住在心中 在我心中 好 既然你让我看见了 那我就 我就开始斜谎 开始斜佛 开始斜谎 要知道 再来的更加的精彩 晚上睡觉 有一个声音跟我讲 时间到 起来斜谎 半夜十二点叫我起床 那时候每个晚上大概一个小时吧 每个晚上斜一个小时 一共斜了三年 斜什么滑 他教我手印耶 你手这样子合掌 他就开始 就是关节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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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自己会动 而且就会学了手印 他还教我学脚印 然后我从来没有告诉大家 初学校的这个上师 从来没有教大家脚印 为什么呢 那时候我一个人 在我一个人的宿舍里面 因为我是金官嘛 所以住在金官的宿舍 一个人一个房间 所以没有人知道 我半夜起来斜一个小时的房 他教我脚印 脚印是什么样子的 他把我脚抬起来 一只脚抬起来 走向一个布 这一只脚抬起来 再走向一个布 然后叫我把这些布法 登记在 写在你的这个 这个笔记簿上面 写一个笔记簿啊 写好 把那个布法全部都写好 我说 我说 这样记太麻烦了 因为脚印太多啊 这样记啊 非常麻烦 那你要我 你要我将来 学这个脚印做什么 我说将来有做法用 你在做法的时候 要用走印要打 打什么七星布啊 肥宫布啊 这个好像是说 这个 什么文王布啊 什么布啊 这个布 这个布 通通都要踏出来 鱼布 鱼 就是大鱼治水的鱼布 鱼布 七星布 这个 八王布 还有很多王的布 通通都要写 我说好麻烦喔 这样子啦 等到我做法的时候啊 我说你们来抬我的脚就好 我说抬我的脚就好 我跟他这样子讲 我说 哎哟 我学这个太麻烦了 又要记录 又要每天在那边踩 他又不是唱歌 什么踩踩踩 我这样一讲啊 哇 所有佛菩萨跟这个 这个 姚子吉姆就生气了 不来教我了 从此就不来教我 到时候我跟他求啊 我说我还要学啊 因为我知道 这个可能很重要 我一定要学 好 跟他求了以后 然后他再来学 再来教 重新他又来教 你知道这个 台湾那时候的冬天啊 是非常冷的 冬天晚上是非常冷的 我抖在棉被里面睡觉啊 这个 因为九点 金钟 九点就熄灯 你要睡觉 九点就要睡 睡到十二点的时候啊 他又来教我起床 正好睡啊 我说 今天啊 放假吧 今天当我睡一个好觉 对不对 我正好睡啊 正好云 你把我降我起床写法 我不写我不起床 不起床怎么样子 好厉害啊 我躺着哦 然后 他把我的棉被跟脚这样抬起来 一直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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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腰酸痛 腰酸背痛